硬粉丝要求上电视 这是一位湖北粉丝吴先生在我家这里买了一台全新的14 Pro Max 只要5K就跟他入手256就大内存版门 那和官网卖的1万的14PM在使用上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首先在硬件配置上两者无论是机身材质还是内部零件 以及最重要的软件系统没有任何区别 只不过使用上对比国行的机器需要一个小卡贴才能正常上网 具体怎么操作是粉丝最关心的 我让我的小助理拍了一个视频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会附赠一个小黑卡和一个卡贴 卡头上面放置黑卡 然后另外一个放置自己的手机卡和卡贴 紧接着放入卡槽 不需要任何操作 等待几秒钟之后直接出5G信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只需要操作几步就能半价拿下全新的14 Pro Max 这性价比够一天的嘛 因为是粉丝商店是除去标配的快充 钢化膜手机壳备用卡贴之外 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 还要消耳机 好了你们觉得这样的14PM到底值不值得买呢